在演绎娱乐圈 肖战和央视一直关系不错 肖战不仅有幸踏上央视春晚舞台 还在CCTV重洋晚会上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 同时 在央视出品的《最美逆行者抗议》剧中都出现了肖战的身影 当然 还不止这些 肖战出演的许多新剧都被CCTV电视剧评为传递正能量的好剧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的唱功也非常不错 在一次跟明海大哥同台的猜歌游戏中 肖战轻唱了张雨生的歌曲《大海》 许多粉丝观众都纷纷表示 太好听了 真不属于原唱 毕竟 肖战在读大学期间 就曾经代表重庆工商大学参加市里的比赛 还拿过奖 肖战更是重庆工商大学的文艺新年 每当学校举办大型的文艺晚会 肖战总和上台表演高歌一曲 这一使得肖战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校草 其实 肖战在没有正式选秀出道之前 在学校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校草了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肖战凭借设计比赛 和创业经历 成为重庆青年设计领域的佼佼者 还被重庆当地媒体报道过 可见 优秀的人 一直在努力奋斗 说肖战是别人家的孩子 一点都不为过 而且 肖战真是许多妈妈 很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 肖战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艺术天赋 无论是唱歌 表演 摄影 画画 洗衣 做饭 缝衣服 几乎样样都新手面来 而且每一样都做得非常出色 很多真爱小飞侠看到肖战缝衣服 织毛衣都好奇地问 他是怎么会这些活儿的 可想而知 肖战潜力无限 很多时候比我们想象中的优秀得多 只是肖战在公开场合 都比较谦虚低调 往往优秀的人都是谦虚低调的 从来不会太把自己当回事 肖战身上 具有其他明星艺人所部具有的 普世价值观和闪光点 为什么肖战明明很优秀 却在公众场合说自己没那么优秀呢 做人 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别人才会把你当回事 这是很多人始终参悟不透的哲理 而肖战却深安其道 肖战唱歌的嗓音确实不错 声音轻妙 云音绕梁 让人听了意犹未尽 回味无穷 所以说 肖战与珍爱小飞侠之间 需要一场欢呼雀跃的演唱会 这样才能在演唱会现场 感受肖战摄人心扩的歌声 真是太有魅力了 作为当红顶牛的肖战 一直亲密行为 以身作则 为我们传递满满的正能量 也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送去了关爱与温暖 有肖战和珍爱小飞侠在场的地方 一定是充满希望和阳光的 肖战告诉我们 决定一个人成就的 不是天分 也不是运气 而是坚持和付出 是不停的做 重复的做 用心的做 当你决定开始一件事就不要放弃 当你决定放弃一件事就不要后悔 看透的时候 舍得放手 决定的时候 敢于挑战